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Heatman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會跟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頗長的 整版本都是文字的 為何看都很久看 而且你會發現這裡有一顆星 簡單來說 這條題目可能是一條比較深的題目 或者是一條比較麻煩的題目 為何待會要一點時間講 也要一點時間去聽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有一個運動場 這條題目是600米 即是在玩一個圈 跑一個圈 即是600米 2 semi-circles 即是有兩個半圓 這條題目是X 即是一半 半徑就是X 即是全長直徑就是2X 那麼多米 還有一個圈 即是長方形 就是Riff 這個Length 和Riff 分別就是3Y 那麼多米 即是這裡是3Y 還有就是這裡是2X 那麼多米 分別是剛才都說過 好 那我再擊掌 先看看A拍 它就說叫你Found the area of the sports field 就Leaving your answer in terms of part of X 好 那事不宜遲 拿單紙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是科技都好先進 按按鈕 整個圖都能填 大家不用去看 不如我們看看我們手上有什麼資料 先拿一支圓筆 剛才我曾經說過 在這裡我當的是半圓的圓心 這一點 而事實上他告訴我們 radius是X那麽米 即是說這一部分是X那麽米 所以我在這裡記錄了 就是X那麽多米 而事實上上面這裡也是X那麽米 不過我不寫那麽多 這邊也是X那麽米 這部分也是X那麽米 那全長米就是2X 題目都有提及過的 然後繼續 他說這個長方形 長的Length就是3Y那麽米 所以我在這裡記錄了 就是3Y那麽米 OK 那全長就是2X那麽米 即是2X那麽米 題目有提及的 那就不記錄那麽多 那A part我們直接來 由於題目曾經說過 他講過什麽呢 就是那個Parameter 就是off這個SportsField 就是600米 OK 或者我迫在 算了不要太迫 IS 就是600米 OK 所以其實真的發生什麽事呢 既然它整個圈 跑一圈就是600米 那怎麽計的呢 其實就是把這一部分 再加這一部分 這兩個是半圓 你合起來就是一個圓 即是你計算一個圓的 的周界 那就是2πR 那當然R就是半徑 半徑就是X OK 就再加什麽呢 就把這兩條跑道還未加 而這兩條跑道都是3Y 那所以就是2乘2 3Y 那所以其實呢 你這樣加起來之後呢 就是整個圈的長度 整個圈的長度 提目給你的 就是600米 OK 那所以就是600米 那而試著想我整理它 那就是 這裏就是2πX 那而 再加這裏就是 2乘3 即是2 3乘6 就是6XY OK 那 那 sorry啊 寫錯東西 我自己都fake了自己 那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X來的 這個是成 寫細小小小 差點都fake了自己 就是2乘3 就是6 就是6Y OK 那就會等於600 OK 差點出事 手指仰碎 是很容易計錯數的 所以小心點 寫好一點 那接著我會留住6Y 留在左邊 另外我將 這個東西 就是2πX 加2πX 所以右手邊這裏都幾明顯 就是600 再減 2πX OK 那最後 我將乘6 調過去 變成6 那其實 我就會 最右邊這裏 就是100 就再減 因為它是6 所以就是 πX over3 OK 那 即是我有一個 這樣的關係 可以嗎 所以我留在這裏 現在我想 因為這條題目要問你 就是問你 Area of 這個 就是運動場的 面積到底是多少呢 我們來計算吧 就是 The Area Area of the sports fields 我會怎樣計算呢 根據公式 綠色的面積 而事實上 我會首先 看到這裏有半圓 這裏有半圓 這裏有半圓 兩個半圓 合起來就是一個圓 即是計算這個圓的面積 就是 πR 就是 x 半徑就是 πX 二次 再加什麼呢 加這個長方形的面積 而長方形的面積很明顯就是 長成闊 所以其實就是 長成 3Y 而 闊 你不要忘記 這裏是x半徑 即是說上面這裏都是x 半徑 所以全長這個位置就是2x 所以這個闊就是 再乘以 2x OK 而事實上 我們繼續做下去 即是說這裏是 πX的二次 再加2乘3 即是2 3乘6 Y乘X 即是x y 留個xy 其實剛才不是計算過 y就是100 再減 πX over 3 所以這個y 我又會轉成x 那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等於 πX的二次 再加6 x 再乘以y 而y這個東西就是 上面這裏看到 就是100 再減 πX over 3 OK 我估計有很多同學 來到這裏 這一步已經停了 那我當然拿不到答案分 原因就是 你有個y 人家的答案叫你 in terms of x 將答案 那現在不是in terms of x 全條都是x 那就是整理它 整理它就是答案 沒有的 兩個箭咀刷 即是說 扔回兩個箭咀進去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倒進去 即是說 這裡是πX的二次 好了 第一個箭咀出 就是6x 再乘100 即是600個x 正負得負 第二個箭咀就是 將6x 乘進去 即是說 6和3約了 那就是3二餘六 所以就是2πX的二次 所以最後答案 這裡是πX二次 那就減回兩個的πX二次 當然一個減兩個 即是等於差別一個 就是負πX的二次 再加600x 斷猜這個就是終極答案 可以嗎? 明明我說什麼?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去bpart看看它問什麼 bpart 在bpart就是這裡 都幾大坨的文字 我看看它問什麼 它就說 有一間維修公司 Maintainance的公司 is going to put some glass on the ground of the sports fields 即是說想鋪槽 進行草地的保養 它就說 怎樣計算錢呢? Cost is 88xπX 就是每平方米 就是88πX 斷平方米計算 那麼它就問你 那個manager 現在就說 在這個company the claim 就宣稱什麼呢? 就是maximum cost will not larger than 8萬元 不如我拿個highlight給你 好嗎? 它就問你這句 就是那個manager 就宣稱 就是說 那個maximum cost 是不會超過800萬的 那麼 中文就是這個 那個manager 即是經理宣稱 就是成本 是不會多於800萬的 過十八千萬 十萬八萬 對,800萬 那麼它就問你 同不同意 叫你explain your answer Do you agree? explain your answer,OK? 好,那我事不宜遲 拿一張新的單案子出來 才說 因為都不夠位 那我們在這裡做 好嗎? 好 那麼,不要忘記剛才我們計算過什麼 在A-Part 我就抽回它 就是the area of the sports fields 那 那麼 那麼 那個運動場的面積 在A-Part 我們計算過 如無意外 我寫鬆一點 那它就是 我抄回A-Part的答案而已 就是-pi x 的二次 就再加600個x OK? 而事實上 如果我繼續做下去 你讓我擺明這條 正在用你配方法 Math-Ford or Communicative Square 那麼我還沒做之前 我先描一描 現在A位是負派的 我務求就是 整個A位 一定要變成1 那麼我怎樣做它呢? 我上課也教過 或者我輸屎也講過 就是抽起它 那剩下的東西在窗戶裡 剩下的東西在窗戶裡 剩下的東西 我會X2次 那這邊就減 這個就有600 over Pi x OK? 那你會重視它 那麼我馬上抽也要重視它 把箭櫃放進去看看 第一個箭櫃和第二個箭櫃 看看能不能還原 第一個箭櫃這裏 放進去 看到嗎? 就是出負Pi x2次 然後還原這個了 第二個箭櫃 負負得正 然後π和π約了,剩下600x,即是加600x,就能夠還原這塊 那真的可以了,不是叫你扔進去,但你抽完之後就要重新檢查,可以嗎? 我不想擾亂你,所以我拆下兩個綠色箭墜 而事實上,在這裏,這次你要針對性的就是橙色的這個比例 B位是甚麼呢?在這裏才看ABC位,這次A位就是1 B位是甚麼呢?就是-600xπ,那你當作600xπ,看它的價值 而C位是沒有東西,沒有東西就是零,不用理會它 而事實上,我會教你甚麼是配方法,甚麼方法是compending the square 其實就是你瞄著,我拿一支鉛筆在旁邊做算草,好嗎? 你瞄著B位,首先瞄著B位,Step1,我在這裡記錄,Step1 就瞄著B位,就是600x2,是嗎?就是這塊東西 然後將它整塊除二,整塊除二 那就是將它整塊除二 那如果你這樣除的話,你不難發現這塊東西其實就是300xπ Step1就是將B位除二,是嗎? Step2就是怎樣? 把B位除二的東西就是take square,加完再減回 所以你要做的動作就是加一塊東西叫做300xπ的二次 但與此同時又要減回300xπ的二次 那就是怎樣?就是玩無中生有,加完再減回 即是沒有做過東西,給完那塊東西你又拿回那塊東西走 那你又做過東西是甚麼?沒有的,明白嗎?我在說甚麼? 所以下一步我會怎樣做呢?我會這樣,就會是 我這樣寫,就是x2次,再減 600πx 那上面藍色部分,你看到我也是照抄,照抄,照抄 那大問題是你,我就用綠色筆做給你看 那我就會加這兩塊東西走 那或者我用綠色筆不要那麼撞色,好嗎? 那所以在這裡我會首先加一塊東西叫做這個,可以嗎? 那我在這裡加,那不是很足夠的位置,OK? 那我在這裡加,就是300π的二次 加完綠色筆,麻煩你減回它走 就會是減回它走 那就會是300...呃...我不如不要這麼迫,再下多一行吧? 那我就再減回...300π...的二次,OK? 那我再減回那個括弧它 那而事實上,我不知道你在不看到 其實呢,只要你現在把前面這三塊東西... 你整在一起,其實它是甚麼來的呢? 那應該會是這個 就會是一個完全平方,可以嗎? 那就簡單一點說,它是一個x 再減...300π...整個東西二次 好了,就再減回這塊東西 剩下這塊東西 就是說前面那三塊東西呢,其實這麼巧就是出這個 OK?就是用identity去看 就再減回後面這個綠色部分 就是...300π...整個東西的二次 那如果我是你呢,我繼續丟兩個戰爪進去 那...我們就會把副派放進去 副派放進去...副派放進去... 副派放進去... 所以其實真的...換言之,下一步 如果你給我再射,就是副派... 就是副派... 好了,那這個就是x再減... 300π... 整個東西二次 那...小心點啊,副派就得正嘛 第二個戰爪,所以就加了 好了,那之後... 不要忘記這裡是300π...整個東西二次 所以300x300就是... 900...00...4.0,OK? 下面就是超過了π...二次 那...跟前面這個π... 成進去約了... 那...真簡單點說 這裡就會是900...00... 那...就再超過了π... 就是出這個... 那...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我們看到一些東西了 就是因為這樣的狀況... 你會看到是什麼來的呢? 那...我不如在螢光幕的這一邊看,好嗎? 那...現在你會看到... 它是呈現了一個樣子... 就是叫做... 那...我拿一支... 原筆寫給你啦 就是叫做... 當算草啊 就是叫做... Y等於... 我經常都說的啦 X減H的... 二次再加K 那...見不見到呢? 呈現了一個這樣的樣子啊? 那...而這個樣子呢... 就是一個HK Form 我經常所說的 那...而事實上... 在這裡我們留意兩個藍色的部分 我拿一支藍色的highlight好嗎? 那...就是... H位和K位 那... 那...今次所謂的HK位呢... 你都幾明顯的啦 就是在這裡 這個就是H位啦 那... 而這個呢... 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K位來的,OK? 那...所以其實... 就是簡單一點說啦 我們看到些什麼呢? 我不如這樣寫啦 就是說... When... 那個... X 中文的同學等我一會兒 就等於... 就等於... 300Pi的時候 對啦 我就會問別人啦 就是那個... Area... of the sports fields 不好意思啊 這麼錯誤啊 of the sports fields 就是... is maximum 好了... 中文的同學就說 當個X是等於... 300Pi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運動場的面積呢 是... 最大的 OK? 最大的 那...還有啦 跟著第二句 寫了英文先啦 就是... and... the maximum... 呃... maximum area... of the sports fields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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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說啦 X就是在這個位置 最大就是... 當X在這個位置 的時候 那你就看回K位 K位 就是... 這個... 9萬... 就是... 那個Area... 就是... 最大的 就是... 就是... 9000... 就是... 就是... 當然就是... m2 OK? 中文的同學 第二個譯為給你啦 而且... 此外 就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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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場的 最大面積 是多少呢? 就是... 9萬... 那麼多m2 OK? 可以嗎? 那... 當然啦... 現在我們最想知道 就是... 那個... 最大的... 那... 最大的成本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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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忘記 那家公司和你鋪草 是... 斷平方米 斷m2 計的嘛 而... 每平方米是多少? 每個m2 是... 18個pi 那麼多錢去計的嘛 所以其實你現在要鋪多少呢? 你要鋪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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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792就是4.01234 即是7892萬 簡單說現在這個數字是小過800萬 過18千萬十萬八萬 即是甚麼意思 就是Manager的宣稱是正確的 你同意嗎?當然是同意Manager的宣稱 所以英文的同學我先寫這句 換言之 那個Manager 的Camps is upgraded 中文的同學就是我同意經理的宣稱 OK?行不行? 那就查查看看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